NBA季后赛注定是属于那些超级球星的舞台,而抢7大战更是会诞生英雄中的英雄。 詹姆斯作为现役联盟第一人,生涯共打了6次抢7大战,可以说是真正经历过大场面敌人。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下詹姆斯抢7大战的神勇表现。 2006年抢7战国赛2005-06赛季,詹姆斯展现出了超强的个人能力,常规赛场均31.4分7篮板6.6助攻, 强势带队杀进季后赛,第二轮面对巅峰期的活塞,骑士几乎是靠詹姆斯一己之力将比赛拖入抢7,抢7大战活塞对詹姆斯重点不防。 詹姆斯虽然全场轰下27分8篮板的数据,但是下半场酒投意中,仅得6分,最终活塞以79-61赢得比赛胜利。 2008年抢7战绿军2007-08赛季,詹姆斯场均轰下30分7.9篮板7.2助攻的数据, 收获了生涯第一个得分王,并再次率队杀进季后赛,季后赛第二轮面对绿军三巨头,詹姆斯0-2落后的情况下, 强势反扑将比赛拖进抢7,狙击詹姆斯犹如天神下凡,上场47分钟, 疯狂地轰下45分6助攻5篮板,绿军这边皮尔斯也不遑多让,看下41分5助攻4篮板, 遗憾的是骑士最终以92-97不敌绿军,2012年抢7战战绿军2012年东部决赛抢7大战热火让凯尔特人, 彼时的詹姆斯不再孤立无援,他身边有了维德·波什,这一场比赛詹姆斯轰下31分12篮板, 帮助热火以101-88兴取凯尔特人,龙多空坎22分14助攻10篮板,也是在这一年, 詹姆斯收获了自己生涯第一个走冠军,2013年东部决赛抢7战步行者2012到13赛季热火三巨头还处于巅峰期, 而步行者一军突起,依靠强悍的防守,将热火拖入抢7,面对小兄弟保罗乔治, 詹姆斯高效得到32分8篮板,率队获胜,而保罗乔治面对詹姆斯的防守, 全场9投2中紧得7分,2013年总决赛抢7战马4,2013年总决赛G6,热火凭借了阿伦绝命3分,逃出升天, 抢7大战,热火彻底活了过来,詹姆斯一小皮太轰下37分12个篮板, 帮助球队锁定胜局,牵手接过了东肯取下的未来,2016年总决赛抢7战勇士, 这也许是NBA史上最伟大的逆转,其实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,上演争先逆转, 面对不可一世的勇士,詹姆斯全场比赛贡献了27分11篮板11助攻的三双数据, 并在比赛的最关键时刻送出了此事封盖,帮助球队取得胜利, 7场总局赛下来,詹姆斯散军轰下29.7分11.3篮板, 8.9助攻2.6抢断2.3干冒,五项数据两队都排第一。